首先,我想介紹的主席組合理的武漢章島Women's FC, Mr.常維偉 我們請教導主席組合理我們在準備上課題 各位媒體朋友,現在繼續賽前新聞發布會 首先有請春谷江大女族俱樂部主教練常維偉先生介紹本場比賽的備戰情況 大家好,因為第一場比賽呢 確實也是我們隊員剛剛結束聯賽以後的第一場比賽 時間很短,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切換的這個過程 全場呢,我們確實佔據很大的優勢,創造了很多的射門機會 但是對方的防守,確實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 確實也動作偏大 所以說,確實我們的隊員也有受傷的 但是呢,最後很遺憾的是,輸下了這場比賽 這個確實對我們的小組賽的三場球 我們的總體的一個準備 所以說,在醫療之外的 但是我們這一場比賽 很期待跟馬來西亞的比賽 我們全力以赴,打好比賽 我們這兩天也在積極地調整 做對員的這個心理上的這個身體上的恢復 所以我們期待明天的比賽 我們隊員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面貌 忘掉第一場,打好第二場,打好第三場比賽 謝謝你 你好,大家好 我們在第一場比賽 因為我們已經結束了我們的 Super League 所以我們現在是很暫時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我們需要 一個很長時間的進步 我們在第一場比賽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也有很多機會 我们的同时,我们的双方,是很好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我们的比赛,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们在最后的比赛,我们失去比赛。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比赛,是稍后的比赛。 可是我们在明天会要做很多 chessboard, 考虑, 跟我表演 做什么 最好什么,但现在再次变成屏幕 也是我勿告 好什么,ïo 换我的话 而且现在我们在这次变成一场 比较有点儿就会做 所以我们在这次变成更有点儿的视频 所以我们在这个表演了就会做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次变成了一场 使用更多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让你拍他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次变成最大的声音 如果你想《那些人的这些话题 跟大家讲解决 我们》 请客人 1991 第二次是 谢谢大家 请建议你 empath划 接下来是媒体提问环节 请媒体进行提问 提问前请先自报媒体单位 去说 教练您好 相信您也看过 这个沙巴俱乐部的这个比赛 您觉得有哪些的 他们有哪些的优势 然后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 去战胜他们 沙巴俱乐部 我 前一段时间都已经在看 这个队还是 防守是做得不错的 昨天的比 打韩国这个比赛我也看了 确实 韩国队的整体势力 包括他们个人的 前场的外援呢 包括他们的这个两个边的速度 所以确实还是不错啊 找到了我们的满 沙巴队的几个 出现的防守的问题啊 打进几个球 但是沙巴呢 还是不错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女足的足球 是在不断地在进步啊 所以这个队呢 我们呃 也很尊重啊 所以说我们呃 也是一直有实力的队伍 我们会 但是从这个小组 三场比赛来看 我们明天的比赛是 必须要全力去 力拼啊 能够去完成这场 这个这个比赛 谢谢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视频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视频 虽然上一场没有拿下三分 但是这只是一场比赛 我们后面还有两场比赛 所以我们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 都在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最后还有两场比赛 后面的两场比赛打好 我们有很好的比赛 但我们失去结束 所以我们在结束 如何我们发现这场比赛 如何我们预备了 明天的比赛 我们失去比赛 但我们失去比赛 所以我们需要重视于 成为职业球员来说我们队员包括教练 我们会针对每一场比赛全力去做好 但是也就是仅仅一场比赛 大家的心态都想着去拿下这场比赛 这个取胜欲望非常强烈 这是我们的优势 也是我们这几年来的对比的 大家的这个共识 就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呢就是说在优点的故事 可能心理上也会存在着 大家的这个意思都在认为是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 能够有再次的进球 所以说在防线上最后时刻 起能下降的情况下 让对手抓住了机会 这一下可能大家的心理上 没有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 再加上肯定上还是有一定的消耗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能够去试球 这也是让我们放下来包袱 这个发现问题 我们为明天的比赛和后面和韩国队的比赛 也敲起了一个警钟 所以说这也是提前出现了一些问题 也让我们能够有积极的准备 所以说我们后面的比赛 我们能够准备得更充分 让大家的心理 我们思想上能够更统一 因为我们失去游戏 我们失去游戏 so we want you to maybe you know because we measure and we can deck out the problems and keep our patter for the next games and we will be more united this whole team and the big one and step up step and we trust our players we trust our who team 应该会有 包括我们的 手上的球员 在他的位置上 包括其他的位置上 我们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调整 这个是 也是为了更好的 去有 针对性的 部署 the question is because the three games they're very close the date is very close so will you make adjustment for line-up and technical things yes of course we will make some chance because we have a player the idea thing that you will make some like on papes 他因为是 在 准备拿球的时候 从侧面 给他一个身体 一个脚 的队 一个 一个 气 气 半 所以 他的这个 落地的时候 没有 能够 接触地门的时候 有没想 实际上 这个工作 是很重的 所以 现在的诊断 应该是 他的 几出韧带 我们叫断裂也好 叫撕裂也好 就是说 拍过 拍片以后 这些专家 都建议他手术 所以我们现在 根据他这个情况 我们是 找更多的专家 去咨询 因为他的是 国家队的 核心球员 也是我们重点 是吧 这个 这个 有潜力的 未来的 国家队的 优秀球员 所以说 很重视 所以我们在 他的问题上 我们想 更多的专家 来评估一下 他是 手术还是 保守资料 所以现在 已经去 四川 完了 下个礼拜 也准备去北京 所以都是找了 顶级的专家 帮他再会诊 在最后的确定 这问题是 我们对我们的英雄 场面对我们的阶属 阵里面的情况 因为这个阶属是因为他在阶属中的阶属 他会有伤害的阶属 所以这一切 resulted in她的阶属 现在她在这一身上的痕疤 她的痕疤 现在我们已经集了很多的医生 医生的医生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我们的团队 他们会谈访这些 或是进行的治疗或是进行的 未来就会再往剧带到庆堂 会再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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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的武汉江大女族俱乐部赛前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